昨天的现实任务 我们看到本地一家慈善机构 一采人生因为疫情的关系 决定把每年举行的公开大会也 改成先录制后剪辑的方式 在线上播出 不过表演者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参与的特训和主流学生 都在跟时间赛跑 努力不懈地排练 终于到了拍摄表演的这一天 他们的录制会成功吗 为了表达特殊需求群体 在冠病疫情下面对的困难 和所展现的毅力 本地慈善机构一采人生 决定把每年一度的大会演 从舞台搬到线上播出 尽管规模缩小了 但是鼓励包容新的宗旨不变 在这个冠状病情发生的这段期间 最被忽略的群体 就是这些特殊人士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 今年的这个异彩庆典 分享他们的心声和他们的故事 从事酒店业的黄伟玲 十年前开始投身社会企业工作 近几年他想为特殊群体 做出更大的贡献 便跟堂弟一起创办了异彩人生 给予特别需求人士 治疗服务和艺术表演的机会 有些特殊人士 他们可能都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或者无法调整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表演艺术 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 也能够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今天是东陵学校参与庆典表演的学生们 进行录影的日子 今年的庆典表演项目 除了舞蹈还有合唱 合唱的录制在中午12点 简便顺利倾诉 午休后艾曼和法希拉 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 准备拍摄 短短一个月的排练 今天是验收成果的日子 我们已经完成了 还有10分钟 我担心我会做错的步骤 然后再加上舞台时间 我会再加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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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会再加上舞台 舞蹈表演和合唱一样 将在学校不同角落取景 分段拍摄 不同于以往的舞台演出 今年以录制方式进行 对学生们来说 是个全新的体验 这次编舞由艾曼和法希拉 一起构思 主要想反映在冠病疫情期间 每个人还是能够通过 不同的方式维系情感 在炎热的太阳底下 为了呈现完美的演出 艾曼和法希拉反复地跳了两个小时 脸上虽然逐渐露出一丝丝倦意 但是他们的身上还是散发着一股干劲 下午三点 他们终于完成了拍摄工作 我感到愉悦和愉悦 因为我们有努力 而且我们有充满的力量 我们有充满的力量 如果我能处理他们 我会给他们100颜色 100颜色 如果可能 因为我真的感到感到 他们的表演 和如何他们慢慢增加 每个每个课程 很好 很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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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后轮到东陵中学的舞蹈表演进行拍摄 经过一个月的密集排练 学生们已经把舞步记得滚瓜烂熟 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天不作美 因为最近一直在下雨 所以我怕拍到一半团间下雨 我们就不能拍摄了 幸好老天爷很合作 团队才能够顺利地在学校不同的角落进行拍摄 这次的编舞主要要表达的故事就是 疫情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我们是可以克服这个疫情的 由于东陵中学参与演出的学生较多 舞蹈表演也较长 加上同学们求好亲切 因此前后花了四个小时才拍完 一彩庆典的整个拍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随后将进入后期制作的阶段 整个历时25分钟的庆典节目 预计下个月下旬在线上播出 少了表演舞台 气氛肯定会不同 我们现在的难度是说 如何通过这个屏幕 也一样能够打动观众的心 舞蹈象征生活的节奏 散发很积极 很活力乐观的这个精神 继续勇往直前 展示团队的力量以及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